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asceticism 换言之我们觉得在中文的语境当中 可能禁欲并不是最恰当的一个翻译 相反苦行可能最切近它的本意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词苦行或者禁欲 它来自于希腊语 它字面本来含的意思 并不代表禁止或者一种诫命的意思 而更多的包含的是练习 训练和修行的意思 我们也知道在现今的世界各大宗教当中 其实每一种宗教都包含了苦行的一种行为 或者苦行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很多宗教就具有斋戒 比如说要求吃素 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进食的这样一种斋戒行为 当然苦行还包括很多其他的方面 很多其他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比如说独居 冥想 放弃睡眠 放弃财产 乞讨 不定居 不洗澡 不理发 不剪支架 放弃性行为 禁言等等 可以说苦行在各大宗教当中都有存在 但是它的表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世界各大宗教当中的一种苦行行为的表现 比如说在印度教当中 就用凡语Tapas这个词来指称一种苦行行为 那么如果你去印度旅行的话 就会发现在印度的街头 经常可以看见这样赤身裸体的印度教徒 他们好像外在看来像是一个乞丐 不修蝙蝠 盆头共勉 胡子头发一大把 但其实他们是在出于他们的信仰 进行一种苦行的行为 同样在我们给大家看的图片当中 也可以看到一些高等级的瑜伽的修行者 他其实也是在进行一种苦行行为 尤其是那位睡在钉板上的瑜伽的修行者 同样作为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 非常重要的世界宗教佛教 他也有非常多的苦行的行为 其实在佛教中苦行最为典型的例子 恰恰来自于佛教的创始人佛陀本身 我给大家看了这两张图片 其实艺术家通过雕塑的方式 很好地展现了当年佛陀苦行的一个结果 我们知道佛陀曾经进行过六年的苦行 在这些雕塑当中 艺术家非常形象地把佛陀表现为 这样一个寿古灵巡 清津曝出的形象 而且在苦行当中 他非常苦闷地在思考人生和宇宙的意义 同样在伊斯兰教当中也存在大量的苦行行为 而对伊斯兰教当中的苦行 有非常多不同的词汇来对他进行指称 比如说Tut Fakir 而在伊斯兰教当中有不少的特殊的教派 是特别注重苦行本身 比如说德尔维西派 他本身就是一个乞讨者的一个教派 但他并不将乞讨作为一种受人鄙视的一个行为 而他们认为恰恰是在乞讨过程当中 能够更接近他们信仰的核心 同样我们在下面的图片当中可以看到 在左边的这张图当中 是在伊拉克的一些伊斯兰教的信徒 一些穆斯林正在一个特殊的宗教节日当中 用鞭子抽自己的背 用这种极端的苦行方式来证明 他们自己信仰的虔诚度 在右边的这张图片当中 我给大家呈现的其实是伊斯兰教的苏菲派 这些苏菲派的信徒在土耳其 创造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宗教舞蹈 这种旋转舞蹈 也就是说这些信徒在思想高度集中 在冥想和祷告的状态下 进入一种长时间的单向的旋转 从表面上来看 对于一个非信徒来说 这可能就是一种舞蹈 但是对于信徒来说 他们则要通过这样一种高度的精神集中 和这样一种修行的行为 来达到他们一个核心的信仰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和本文最为有关的基督宗教当中的苦行 当然基督宗教当中的苦行行为最著名的例子 也是来自于基督宗教的一个创始人物 耶稣基督本身 他曾经在旷野当中受试炼40天 也就是说40天没有进食 独处 然后进行祷告 冥想 这在路加福音当中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描述 那么在公元三世纪的之后 也有著名的沙漠教父 也就是这些教父离群所居 来到沙漠中的某些天然形成的洞穴当中 进行祈祷和冥想活动 在随后 在公元四到五世纪 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群体 也就是筑顶僧人 什么是筑顶僧人呢 就是有一些著名的天主教的僧侣 他们完全放弃了世俗的生活 在旷野当中或者空地上树立起一根几米高的柱子 他们爬上这个柱子 进行他们最虔诚的一种宗教的苦行 可能几十天 有的是几年 甚至几十年都不从柱子 这根柱子上面下来 以证明他们信仰的一种虔诚 比如说就在这张图片当中 这是藏于巴黎卢浮宫的一个金属的浅浮雕 这个浮雕所呈现的是基督教历史上最著名的 或者说最极端的一个柱顶僧人 他被称为柱顶僧人西蒙 根据现在的考证 他的生族年月大概是公元后390年到159年 这个柱顶僧人西蒙 是生活在五世纪东方教会的一个基督教的僧侣 他在旷野上树立起一根三米的柱子 而这根柱子上面毫无遮拦 他于公元423年登上了这根位于西利亚的柱子 而到死长达37年的时间之久 他都没有下来过 看了以上的例子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苦行行为存在于世界各大宗教当中 但是他们的具体表现行为却是差异非常之大 不同的信仰者为了证明自己信仰的虔诚性 为了通达信仰最为核心最为深奥的一个地方 一种境界 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 换言之 苦行的目的也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以后在我们的文本分析当中 我们将来分析基督宗教 苦行对于资本主义诞生 现代职业伦理和个人主义产生的 这样一种内在亲和性